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咬死了断腿斑马开始吃肉 天亮后 猎狗又咬死了星星 派健壮连忙拔出小刀想与猎狗拼命 这时帕克窜了出来 一口咬死了非洲二哥 吓得派赶紧用救生衣和船桨做成一个木筏 好让自己躲避帕克的攻击 到了第二天 趁着老虎睡着的间隙 派偷偷来到船上吃了一些食物和水 警惕的帕克开始尝试着攻击派 但都没有成功 而派也尝试着驯服帕克 但帕克尿了他一身 自知无法战胜老虎的派 最终还是选择与他一起面对海上的漂流生活 在往后的日子 派要收集淡水 捕鱼捉虾 要使用一切海上生存技能来喂饱老虎 也好让自己也活下来 有一次 帕克跳入海里捕鱼 派还趁机拿起斧头准备砍死帕克 但看到帕克可怜的眼神后 派瞬间下不了手 最后还是让帕克爬到了船上 自己则又跑回到木筏上 又到了第二天 派用网抓到了一条大鱼 一番思考后 直接把这条鱼送给了帕克 一转眼 又到了晚上 派的小木筏突然遭到一条金鱼的袭击 导致他失去了所有的食物和水 第二天一大早 派就跑到船上 看能不能找点东西吃 这时 突然出现了一群飞鱼 而且还掉了一些在船舱内 这让派和帕克又有了活下去的机会 与此同时 派也设法驯服了帕克 学会了如何与老虎友好相处 一天 派发现远处有一艘轮船 他赶紧用信息枪打出几枚信号弹 但由于距离太远 没有被发现 就这样与机会十之交臂 又过了好多天 船上的食物被耗尽 海上的暴风雨又再次席卷而来 在经历了生与死的洗礼后 帕克濒临死亡 绝望的派摸着帕克的头 准备与他一同赴死 然而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 也打开了一扇窗 他们跟随小船 飘到了一座天堂般的岛屿 饿极了的派 一下船就趴在地上 不停地吃着植物的根莖 岛上还聚集了一大群猫幼 帕克看见之后 就是一顿猛抓猛吃 奇怪的是 其他的猫幼居然没有逃跑 而是直立而逝 在经过短暂的停留休整之后 派发现这里其实是个石人岛 到了夜晚 深不可测的湖水开始吞噬鱼泪 同时他还在一朵莲花里 发现了一颗人类的牙齿 天亮后 惊恐的派在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后 带上帕克 再次开始了漂流之旅 他们在海上漂流了好几个月 最后抵达在墨西哥的海滩上 派早已受骨灵丁 而老虎帕克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丛林 不一会儿 几个墨西哥人发现了派 并将他救走 此时的派早已泪流满面 不仅是因为他经历磨难后得救 还因为帕克已离他而去 被救后的派将自己奇幻的经历告诉给人们 但人们始终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多年过去 有一位作家上门来采访他 他认为派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派说 谢谢你和上帝的意见一致 两人相视而笑 而这时候的派 也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这部电影 用近乎疯狂而又含蓄的手法 讲述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是对生活的悔悟 对信仰的拷问 和对人性的反思